台北市警察局消防大队 经上了9点5分 接到火警照照 出动了14部救火车 到长安7路卫生局后面仓库失火的地方 在兴趣的灌注之下 经过20分钟把火势扑灭 但是卫生局的库房 和大部分库存的药品 都被销毁了 火的原因和损失情形 正由警方调查处理中 在库房的后面 存放着14层五嘎冷庄的酒精 正好为消防人员 及时的抢救成功 没有造成大患